這是雲林市東鄉的大米村 因為外島嶽市本舍轉運站 還有雲林管理 運出外面的本舍比較少 越燉越多 天氣越來越熱 他們就本舍轉運站整個炒咖咖 附近的民眾載不掉 特別風一吹 炒味又比較讓人不懂 吃飯都吃不下 還有二四點前來 東安門都要跟他調調 民眾看北部條理的抗議 也希望環保局跟島嶽市的市公所 可以趕緊解決本舍的問題 空地的上面放到全是本舍 土花還有這次十炒發到麻四過 日頭這麼多的一條路 其實這樣炒咖咖 民眾也實在動不掉 有人自己做這個北部條 和北地的道路的 這個個市白上來標達不滿 全院有出去燒的 燒不燒不燒的就整個都燒在這裡 燒兩萬幾檔的漏洒店 雲林伺東台美村 因為離這個島嶽市本舍的轉運站很近 又加上最近 雲林館本舍有多運量來減少 所以燒很多本舍在這裡 現在天氣很嚴若 日頭一個下 一包一包的本舍噴到蓬起來 澳湖發財 燒到不屁股 這種燒光光的本舍 讓民眾這樣嚇人嚇人餐 不管是在吃飯還是在睡 湯仔門都要關掉掉 就是這樣很燒的 那麵在暗時 如果在睡 你知道 湯在南風 湯仔門打開 那時候是燒到不掉 要撞不掉 台美村長說 希望這個公所和環保局 可以快點來處理 這些本舍噸的問題 如果沒有就要調一村民 來把市公所和環保局控制 那我們也調度到外縣市 來做個協助 那這部分我們也親自向環保署 這邊來希望說增加量能的部分 環保局接到訴求後 有回應說 目前到六次已經另外找所在 要去政色的本舍專問站 改善目前的狀況 不讓民眾更受苦了 記者總和報道